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 他的门徒和其他人在克西玛尼园那段时间的叙述 耶稣在园中向父祷告三次 马太福音26章39节这么描绘 他就稍往前走 父福在地祷告说 我父啊 讨若可行 求你叫这辈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稍后 耶稣再次祷告 他离开了一会儿 第二次祷告是他对父亲说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一旨成全 马太福音26章42节 这些祷告揭示了 耶稣在受难前的心境 表明了他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 耶稣所说的杯子 指的是将降临他身上的苦难 就像耶稣面前放着一杯苦涩的饮料 而他被期望将整杯都喝完 在马太福音20章22节中 耶稣谈到了痛苦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 我们能 当耶稣向父祷告说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时 他表达了人类避免痛苦和苦难的自然愿望 耶稣是完全的上帝 但他也是完全的人 尽管完美 对于需要接受的即将到来的折磨和耻辱 他的人性仍然挣扎 他的肉体不愿承受十字架的苦痛 在同一背景下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马太福音26章41节 总要精心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当耶稣祷告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时 他与人性中的自我保护和避免痛苦的欲望作斗争 这场斗争是激烈的 他被忧愁淹没到了快要死的地步 马太福音26章38节 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这句话表明了 耶稣在任何方面都是完全地人性化的 耶稣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他开始教导门徒 马可福音8章31节中 从此 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他将要经历的痛苦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还包括心理上和灵性上的 耶稣知道这是上帝的计划 上帝要他为我们的过犯 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医治受伤 以赛亚书53章5-7节说 打之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灭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时 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 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迁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耶稣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 他被压迫 被磨难 但他愿意为我们承担一切 耶稣爱是人 但他的人性 害怕所面对的痛苦和悲伤 这促使他向父祈求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辈离开我 这句话表明了两个重要的条件 首先 他说 倘若可行 耶稣恳求父神 如果有其他救赎世人的途径 请让他选择另一条路 耶稣并不想死 但他遵从了上帝的旨意 在他祈祷之后 发生的事件表明 没有其他的途径 耶稣基督的牺牲 是唯一可能救赎世界的方法 约翰福音 一章二十九节 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灭的 启示录五章九节 他们唱新歌 说 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其次 耶稣祈求说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句话表达了 他顺服上帝的旨意 愿意为 世人的罪孽牺牲 甘愿承担一切 耶稣全心全意地 顺从上帝的旨意 无论在身体 心灵 还是灵魂上 一人的祷告 总是建立在 上帝的旨意之上 马太福音六章十节中 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在克西玛尼园 耶稣征服了肉体 使之顺服于灵 他通过全心全意地 顺从上帝的旨意 完成了这个使命 当我们经历困难时 理解了耶稣 渴望上帝的旨意 却不想面对他 这让我们感到很安慰 因为我们也如此 即使肉体在反抗 我们依然渴望 做到正义和顺从 这种冲突不是一种罪恶 这种冲突是人性的一部分 我们的救赎者 在所有方面 都充分体现了人性 西伯来书二章十七节说 所以 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神的世上 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限上挽回祭 他来是为了寻找 和拯救失丧的灵魂 尽管必须喝那痛苦之杯 他最后成功地完成了使命 耶稣在祷告中的坦诚 展现了他与天父深厚 而优质的关系 这是非常困难的时刻 门徒们低估了情况的严重性 他们睡着了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至四十六节 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汉珠如大血点 低在地上 祷告完了 就起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一位天使的显现给了耶稣安慰 天使显现的重要性 在于他展示了天堂愿意站在耶稣身旁 帮助他应对自己的使命 当他面对拒绝和死亡时 耶稣将他的负担摆在上帝面前 这是耶稣面对自己的死亡时 非常人性地描绘 他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绪 路加所描绘的耶稣形象 并没有掩盖他的神性 他描绘耶稣是一个可以理解 我们软弱和创伤的人 西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段经文揭示了耶稣的品格 同时向我们展示了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上帝 在人生中给我们的巨大考验 这些经文展现了一个依靠神 决心遵行神旨意的人 我们看到一个人面对逆境时 转向上帝 另一方面通过祷告 向上帝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情感 耶稣并没有被免去试炼 但上帝赐给他面对他的力量 尽管他毫不犹豫地询问 是否有其他方式 但他确认自己决心遵循上帝的旨意 天堂的回应是赐给耶稣 面对上帝所呼召他做的事情的力量 而不是满足他的要求 给予他另一种方式 这段经文围绕着顺耶稣 从上帝的呼召 和上帝赐予的力量 这段经文也揭示了 耶稣在面对十字架试炼时的品格 在祷告中 耶稣向上帝表达了他的痛苦和需要 耶稣与上帝交流的习惯 并不受生命中发生的 不寻常事件的影响 我们经常在最忙碌的时候 忽略了向上帝祈求我们的需求 苦难经常使我们跪下祷告 但生活中繁忙的步伐 经常让我们忙碌而无法祷告 但耶稣不同 他的习惯提醒我们 即使在混乱中 祷告也是必要的 而且他的祷告 不仅仅是一种惯例 他充满了诚实 各种情感和痛苦的表达 真正的祷告需要付出努力 我们经常在祷告中虚度光阴 我们低头闭上眼睛 然后放任思绪自由的游荡 在祷告中 耶稣展示了诚实和谦卑 他真诚地希望上帝不要迫使他走向前方的路 他公开地表达了这一点 但他始终更加愿意 委身于实现上帝的旨意 这篇祷告虽然与诗篇中的哀诉不同 但它们都是向上帝倾诉自己最深的情感和痛苦 在祷告中进行的私人对话 经常能带给我们内心所需的安慰 让我们能够紧握上帝的手 迈出下一步 此外 祷告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活动 当耶稣在困境中寻求上帝时 他全神贯注地祷告 耶稣之所以能与神同行 是因为他经常寻求神 耶稣甚至冒出血汗 路加福音22章44节说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汗珠如大血点滴在滴上 经文说 他的汗变成了像血一样的大滴 有趣的是 身为医生的路加 会提到这种不寻常的现象 他没有解释 耶稣的汗珠是怎样变得如血滴似的 路加可能是在形容 耶稣的汗珠看起来像从伤口滴下来的血滴 出血性汗液是一种罕见的病症 目前根据医学的理解是 当人处于极度压力之下时 汗线内的微小毛细血管会破裂 形成了血滴混合汗液的形态 这确实描述了耶稣在园中的情况 然而希腊文说 他的汗滴形成了Hose 就是大血滴的意思 耶稣在克西玛尼园中的痛苦 是这段叙述的重点 当耶稣到达园中时 他告诉门徒他非常烦恼和痛苦 已经快要死了 路加通过将汗液描述为血滴 来反映当时的情况 他的痛苦并不简单 而是相当复杂 我们必须记得 他肩负着千万人罪孽的惩罚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开始理解他的痛苦之深 在园中 耶稣的人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我们看到 耶稣在他最脆弱的时刻 他仍然没有犯罪 他现在正在经历 真正成为人的完整性 在这里 他将经历我们的悲痛 在这里 他将经历比我们任何人 都更强的诱惑 他在各方面都受到了诱惑 他说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辈离开我 他请求 但没有回应 他再次请求 仍然没有回应 第三次他请求 仍然没有回应 这个沉默让我们知道 这是上帝的旨意 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嘲笑 受到侮辱 他的死 虽然是不公正的 表面上似乎是失败的 但因为他的身份 耶稣将他转化为胜利 不仅为自己 而且为所有接受 他在巴勒斯坦的十字架上 成就了这一切的人 每个领袖 都有感到孤独的时候 特别是在进入一个 全新的领域时 在克西马尼园 耶稣经历了 他其中一个 最孤独的时刻 他的伙伴成员 在几个小时前 就在他即将被审判 折磨和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都离开了他 他在园中的经历 是历史上 最有力的领袖 现身的例子之一 每个为上帝 做出重大意义事情的领袖 都有克西马尼园的经历 每一个作为耶稣追随者 我们必须了解他为了我们 经历了怎样的痛楚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段 在克西马尼园 耶稣孤独的时间中 学到什么呢 第一 克西马尼园是发生属灵战斗的地方 第二 他感到了孤 第三点 耶稣诚实地表达了 第四点 顺服是必须的 第五点 获得了力量 为什么理解这节经文 对我们至关重要呢 我们需要理解 克西马尼园的孤独和悲伤 因为它帮助我们 理解在克西马尼园 所成就的事 有些人将耶稣额头上的血汗 与亚当的诅咒联系起来 亚当要汗流加倍的辛劳 亚当没有通过园中的试炼 他无法承受禁果的负担 从那时起 人类诞生为愤怒的孩子 然而更伟大的亚当 基督在园里得胜了 耶稣的血液 与亚当的汗水融合在一起 他将诅咒承担在自己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见证 耶稣在园中的痛苦 因为他无法放下杯子 他一直喝到杯子底部 这意味着 不再有针对那些 与基督联合的人的愤怒 他代替我们喝了 如果他全部喝了 就没有剩余的留给我们了 是的 这是在各个他成就的 但在克西玛尼元表现出的顺服 也是除去我们的诅咒的关键 他在此时的完全顺从 已经转移到我们的账户上 这也让我们知道 耶稣了解孤独的感觉 他理解痛苦 他明白痛苦 我们向他表达我们的痛苦 他会理解 他所面对的试探 比我们任何人所面对的都要多 他心甘情愿地看着杯子 喝完了最后一滴 我们可以把痛苦交托给他 你曾怀疑过上帝对你的爱吗 看看克西玛尼元 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儿子大汗淋漓 像一滴滴的血 或者混合着血的汗水 你可以看到他不仅顺服天父 还要顺服天父救赎人类的决心 他为了你而喝下了那杯 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拯救人类 因为他的愤怒会倾倒在他的儿子身上 让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的逻辑激励你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如果上帝没有致力于你的救赎 他就会从耶稣的手中夺走那杯 转而交给我们 他会让人类为他的愤怒吞噬 同时保护他的儿子 然而他没有这样做 不仅因为他爱我们 还因为他是上帝 他的本性是自我奉献 奉献自己 愿意为了他人的生命而献除自己 你可以对此有信心 如果上帝与你同在 谁能抵挡你呢 西约圣经中最关键的事件之一 是耶稣基督的死亡 当然 他的死亡是所有经文主要事件的必要前提条件 他从私立复活 这个奇迹形成了整个基督教的超自然基础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和约翰福音 共同呈现了他受难前后发生的事件的完整画面 这包括他被犹大出卖 他的冤枉审判 他在十字架上忍受的痛苦 以及在临终时所说的话等 这些叙述在耶稣的最后一口气之后 并没有停止 很多事情在耶稣的死亡之后发生 其中许多都充满了神圣的意义 今天我们要看耶稣死后发生的五件事情 第一 地震 在耶稣死后 创造物发生了反应 自然界因神的儿子之死而震动 马太福音27章51节记录说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这种措辞暗示着 这是对十字架上神圣事件的重大反应 第二 墓开了 马太随后记录了一件 其他福音书中没有出现的事件 马太福音27章第52至53节 坟墓也开了 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进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圣徒从死里复活这件事 只能是上帝的直接作为 这意味着 他是地震背后的推手 因为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特点 处在主要的地震裂谷上 地震并不是不寻常的事件 但连同磐石裂开 导致木开 这是对耶稣受难意义的 另一个重大见证 很快 另一场地震 将为更重要的神圣事件作证 那就是耶稣的复活 马太福音对这些事件的独特记录 强调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胜过了死亡 那些被复活的人 在字面上被描述为已经睡了的人 这是西约中常见的一种说法 只已经去世 但及永恒的命运 已经受到保证的人 与最初的证言一样 这些圣徒的身体 超自然的复活 并出现在耶路撒冷 是对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 和随后的复活的惊人见证 圣徒的措辞 可能是指虔诚的旧约人物 以色列历史上的英雄和殉道者 他们被选中作为这些事件的奇迹见证 他们在耶路撒冷向人们显现 证明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的功效 宣告了他在他和他们的复活中 超越了死亡的胜利 这预示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的教导 耶稣是死人中的初熟果实 实际上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并成为首先复活的初熟果实 拥有不朽的永生的身体 为那些已经睡了和死亡的人的复活预示着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至二十三节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死即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这些圣徒的复活 是所有信徒盼望的复活的先兆 通过耶稣的死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死亡被另一个死亡所占上 使人复活并享有永生变得有希望 但请注意 在耶稣复活后 才有这些坟墓里的人复活 并来到耶路撒冷 出现在许多人面前 圣经并没有说 这些复活的圣徒是否再次死去 或者是否与主耶稣一同生入天堂 上帝之死的死震动了自然界 人的心没有回应垂死的救赎者的呼声 但是严实回应了 以故斯布珍这么描绘 他没有为严实而死 然而严实比他为之流血的人心更温柔 我们要明白 马太想让我们看到地震发生在耶稣被钉死的那一天 然后在他复活的那一天 新生命的力量如此强大 甚至带回了一些已经死去的人 这是马太福音中最奇怪的经文之一 马太没有提供太多的信息 我们也没有从其他任何来源中了解到这件事 第三件事 圣殿的围蔓被撕裂成两半 马太福音27章50-52节 耶稣又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忽然殿里的蔓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 耶稣大声哀嚎 自愿地至高无上地放下了自己的灵魂 顺服天父的计划 顿时圣所的围蔓从上至下 被撕裂成两半 地震发生 岩石也崩裂了 维蔓是圣殿中唯一区别圣区和治圣所的东西 它很清楚地说明了上帝和人之间的分离 使徒行传第六章七节说 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 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在早期教会的日子里 许多祭司都顺服信仰 也许这个撕裂的围蔓 向他们展示了耶稣工作的伟大 这也可能是撕裂的围蔓 变成众所周知的原因 西伯来书九章告诉我们 在圣殿中 一道围蔓分开了治圣所 就是上帝的居所 和其他人居住的地方 西伯来书九章一至三节说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 和属世界的圣母 因为有预备的账目 头一层叫做圣所 里面有灯台 桌子和陈设柄 第二曼子后 又有一层账目 叫做治圣所 出埃及记中讲到 这道厚厚的帷幕 是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的材料 和精致的亚麻线制成的 现在 耶稣基督是我们至高的大祭司 作为信徒在他完成的施工里面 我们分享他更美好的祭司职份 现在通过他 我们可以进入治圣所 西伯来书十章十九至二十节说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他的身体 当我们看到这个场景时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的肉体为我们被撕裂 就像他为我们撕裂了帷幕一样 西伯来书详细解释了 关于帷幕被撕裂的深刻意义 店里挂着的帷幕 一直提醒着人们 罪使人们不配进入上帝的面前 虽然每日有无数祭品 但每年只献一次的罪祭 表明了通过动物的献祭 最无法真正得到赎回或根除 但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曾经分割神和人的界限已经被摧毁 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接近上帝 新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讲到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生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时定所承认的道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 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耶稣的身体被撕裂 帷幕也被撕裂 两者都表明 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 我们有一位高于诸天的大祭司 住在天堂的法庭 确保信徒拥有完全的接近权 当基督去世的那一刻 隔开圣所两个主要房间的后密帷幕 被一只无形的手从上到下撕开了 神儿子的死亡也伴随着自然界的巨大震动 似乎在无生命的被造物和创造者之间 有某种情感联系 第四 遍地都是黑暗 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五节说 从五正道深处遍地都黑暗了 这是说从第六个时辰 即中午遍地都黑暗了 直到第九个时辰 三点钟 整个地方都笼罩在黑暗之中 如金经上的话应验了 阿摩斯书八章九节说 到那日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太阳在正午落下 在白昼时的变成昏暗 有许多人常常向耶稣要求 从天上降下神迹 现在他们得到了一个 但这个神迹表明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 在下午的这个时候 应该是十二点 黑暗持续到第九个小时 也就是下午三点钟 当太阳应该是最明亮的时候 超自然的黑暗出现了 因为月亮此时是满月 所以它不可能是由日时引起的 当月亮是满月时 它不能在地球和太阳之间介入 无疑的上帝的快速干预 引起了这黑暗的景象 在当时 天文学的知识只是在起步阶段 二世纪的历史学家Fleggen也提到了地震 他的描述与神圣的记录紧密相关 受造的天地万物无法忍受人们对其创造者所做的错误 因此太阳收回了它的光芒 以免看到恶人的行为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发生的黑暗 可以意味着几件事 首先黑暗在古代与哀悼有关 其次黑暗也与伟人的死亡有关 无论是外邦人和犹太读者 都可以将黑暗理解为伴随国王死亡的宇宙征兆 除此之外 黑暗是上帝审判的迹象 马太福音27章52-53节 坟墓开了 许多睡了的圣徒的身体也复活了 从坟墓里出来 到了耶稣复活之后 他们进到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第五 监督处决的士兵意识到 耶稣是无辜的 马太福音27章54节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 看见地震 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 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这段经文讲述了 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 监督执行任务的罗马百夫长的感受 百夫长是负责确保 钉死过程顺利进行 没有任何问题的职责 他通常指挥着一百名士兵 是一个职业军人 他必须具备勇气和智慧 才能使他晋升为高级军官 他需要冷静高效的工作 才能胜任这个职位 百夫长必须遵循上级的命令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的场面 非常引人注目 以至于即使是顽固的 罗马百夫长也承认 这是上帝的儿子 百夫长的觉悟意味着 耶稣是无辜的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出于别有用心的指使 这个百夫长一定有着千头万绪的情感 他意识到自己监督了一个无辜人的钉死 这不是一位害怕的新兵的私下猜测 也不是一个容易被操纵的征兆士兵 以害怕而说出的话 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的结论 这位百夫长非常清楚 犹太宗教领袖对耶稣的谴责是非常强烈的 他们控告耶稣犯了亵渎之罪 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而他的上级长官比拉多 则对耶稣的罪名 认可了这个判决 使耶稣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罪人 然而 这位百夫长眼见耶稣 在钉死前所经历的一切 而对耶稣本人的判断也随之改变 他认定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 百夫长放弃了宣布耶稣被控告的罪 而宣布了耶稣说自己是谁的主张 为什么呢 因为支持基督的论据势不可挡 尽管他监督了许多钉死的过程 但这次的钉死却有着不同的意义 这位百夫长目睹了耶稣 在遭受逮捕和审判时 所经历的不公正待遇 他看到了耶稣在受到酷刑时的反应 尽管面对那些要求耶稣流血的人群 耶稣保持了尊严 像一只无声的羊一样被宰杀 圣经没有记录耶稣对暴民呼声的回应 马可福音十五章十一至十五节 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 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彼拉多又说 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 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又喊着说把他定十字架 彼拉多说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定十字架 彼拉多要叫众人喜悦 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将耶稣鞭打了 交给人定十字架 冰丁就年纠纷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府也知笑他说 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 神所拣选的 可以救自己吧 冰丁也戏弄他 上前拿醋 送给他喝 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可以救自己吧 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王 那童丁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机窍 他说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耶稣关心的是对于他们的宽恕 而不是他如何逃离 耶稣怜悯那些拒绝他的人 和定死他的士兵 包括这个百夫长 耶稣在极端痛苦之中 这样回应他们 路加福音23章34-39节 当下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这所有的一切 百夫长看在眼里 如果不是这些触动了他 那么他还看到了 其他的东西 他看到了天地的回应 我们读到地震和岩石裂开 大自然被上帝之子的死亡所震撼 百夫长很震惊地见证了 基督最后几个小时发生的 如此戏剧性的事件 这是他从未见过的事情 这对他造成的影响 几乎是无法估量的 百夫长已经看到 听到并感受到了 基督被定十字架 和死亡的所有事件 结果他和他的士兵 变得非常害怕 尽管百夫长和他的士兵们 已经对死亡习以为常 也学会了应对恐惧 但他们现在正经历着 切切实实的恐惧 那强大的十字架和爱的展示 触动人心 即使是战斗疲惫的老兵 也被感动 从死亡走向生命 有一句古话说 十字架脚下是平坦的 这在一世纪是如此 今天依然如此 在十字架下 每个人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都能找到一块平坦的土地 跪下 拥抱 为他们而死的基督 这是真实的 这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听过 我们相信 我们的旅程 不应该止步于此 我们必须热爱 更深入地认识他 愿同样的渴望 在我们的心中燃烧 这样我们 就可以真正认识 那位我们舍身的人 讲坛评论的 一般传统相信是 百夫掌的名字是 隆米古斯Langinus 他成为了耶稣忠实的追随者 传福音并作为殉道者而死 这只是我们传统的相信 我们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 但我们知道 十字架有改变个人的力量 百夫掌开始 是一个负责监督定死的 罗马军官 但在那一天结束时 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已经在拯救上 采取了主动 他为你而死 现在轮到你了 耶稣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重新获得生命 他像我们一样死去 让我们能够像他一样活着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 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 却是神的大能 他不仅取悦了他的父亲 而且接受了我们作为赏赐 他代替了有罪的人类 耶稣遭受了父亲 撤回了与他的团契 尽管这是残忍的 但是实现了上帝美好和爱的救赎计划 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神话 或者最多是一个神学故事 但这些都是独特的事件 一致证明了神在人类历史上的独特行为 这些都是非凡的超自然的见证 证实了神的独特行动 现在这是你行动的时候了 这里是装备生命 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 如果你从这频道领受到祝福 我们邀请你以赞助的方式支持这个事工 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固定赞助者 或以请我们喝咖啡的方式 一丝性赞助 通过这事工 让你的赞助发挥影响力 我们感谢你的聆听 你是蒙福的 为要成为他人的祝福 愿荣耀归于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平安与你同在